第401章何人如此大胆 当天夜里宋缺睁开眼时 他躺在客栈内的一间屋舍内 整个人目中露出茫然 半晌之后看了看四周 确定了白天发生的事情不是虚幻的 是真实的情况后 他欲哭无泪的同时 内心莫名的悲愤 怎么会这样 我 我辛辛苦苦一年啊 省吃俭用 久死一生 那白小纯凭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啊 宋缺这一次 真的要哭了 他觉得委屈 觉得憋屈 觉得难过 他回想自己这一生 基本上可以划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春风得意 雪西宗天骄 未来无限 可这个阶段的结束点 是遇到了白小纯 从此之后 就展开了第二个阶段 那是一条委屈 憋屈之路 允见深渊我不如他 雪西宗内我不如他 逆河宗内还是不如他 这到了星空到集中 一切从头再来 我 我就连生存 也都不如他 宋缺悲愤 他觉得自己没有脸留在这里了 此刻狠狠一咬牙 走出房间 化作一道长红飞起 正要头也不回的离去时 突然的 一道阶影之光 骤然从瀑布上的空欲彩虹中 骤然降临 直接就笼罩在了宋缺的身上 宋缺猛了 下意识地查看自己的贡献点 立刻睁大了眼 呼吸皱顿 他的贡献点 竟直接多出了二百万之多 也只有这种远远超出了 寄线所需的贡献点 达到了一定程度后 才可以去不需要寄线 被星空到集中阵法 强行近生彩虹 这是星空到集中的规则 此刻皆引光降临 整个空城的修士看到了这一幕 纷纷目中露出羡慕与渴望时 宋缺神色复杂 他低头望着大地上的客栈 也分不清自己是什么样的思绪了 他的确是做到了 成为了众人中 第一个黄袍弟子 第一个飞升彩虹之人 可他明白 自己输了 输了彻彻底底 此刻正纠结时 地面上 白小纯从房间走出 抬头望着天空上的宋缺 白小纯干咳一声 连忙挥手告别 在上面好好休息啊 别给我和你小姑丢脸 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有人欺负你 记得和姑父说 这里就是你的家 记得常跟家里联系 宋缺听到这句话 更复杂了 狠狠地瞪了白小纯一眼 常叹一声 愿由那些影致光转动身体 在彩虹漫天时 飞向空欲彩虹 慢慢消失不见 唯独七彩余光 在这整个苍穹扩散 让更多的人看到后 心中也都生起无限渴望 纵走了宋缺 白小纯美滋滋地回到了房间内 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以后回去看到宋君晚时 也可以告诉她 自己很照顾她的侄儿 有我这样的姑父 真是缺儿的福气啊 白小纯感慨 越想越觉得自己非常大度 更有长辈风范 在这得意中 她盘膝坐下 继续修行寒门养念诀 踏入中寒后 白小纯的修炼速度更快了一些 每次修炼时的消耗也一样更大 她一天吃下的零食之多 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而她的修炼 也因此不断地攀升 还有不死筋也是这般 在白小纯如此的补充下 她开始修炼自己的头 在她想来 拳头是最容易被人防范的 而速度上自己左腿发力也差不多够了 至于头部 敌人防范的可能性不大 一想到自己与人斗法时 着急了一头撞过去 把人直接撞得喷雪的画面 白小纯就振奋 于是开始修炼头部的筋脉 而客栈的生意 也慢慢稳定下来 闹事得越来越少的同时 青龙会的收益也逐步地稳定 渐渐累积 俨然成为了整个空城内 很是特殊的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的名气之大 生命力之强 与天空会并驾齐驱 远非曾经的青龙会可比 只是眼看长生客栈稳定下来 天空会的那些首脑 一个个都要抓狂了 他们的一切手段与方法 在私人之地面前 都立刻被催枯拉朽 没有任何作用 打又打不过白小纯 甚至在门规上也都处于弱势 无奈之下 天空会只能将此事上报他们的靠山 天人家族 而这一年来 天空会的收入锐减 尤其是近期更是减少了太多 此事也终于引起了 天人家族内负责外部事情的一位长老的关注 听取了此事后 立刻冷哼 区区一个成一弟子 好大的胆子 欺负别人也就罢了 竟敢从我家族的事物中争夺 这长老原音修是 在家族内不说举足轻重 也是有很大的话语权之人 他目中露出寒芒 斟酌一二后没有立刻轻举妄动 而是取出一枚预检 查阅有关白小纯的私人之地的事情 已知换单的单方 从空域长座那里 换来的吗 就算是这白小纯与空域长座有些关联 老夫也要动一动此人 给他一些教训 这天人家族的原音长老袖子一甩 正要下达一道针对白小纯的法令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他所在长红的房间外 有尖锐的呼啸声瞬间而来 那是一枚紫色欲检 速度之快 一路直接穿透着原音长老所在的居所阵法 直接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原音长老面色一变 在看清了欲检上竟写着一个天字后 他更是到吸口气 身体进一多缩 赶紧恭敬地接过 谁十一扫后 他的双眼猛地睁大 连连吸气 这 这白小纯 他什么来头 老者呼吸急促 小心地向着欲检抱拳后 欲检散出紫光 融入虚无消失不见 直至看不到了欲检 这原音老者的神色才勉强恢复一些 他目中还残留着敬畏 赶紧打消了要下法指的想法 甚至对于险些害的自己与白小纯要起纠葛的天空会 也都有了怒意 冷哼一声 直接让人将那天空会在空城的头领修士 直接叫上彩虹 天空会的头领修士 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得知天人家族的原音长老召见后 立刻用最快的时间传送而来 原本以为对方会下达法令 收拾白小纯 可却没想到在看到那原音长老后 立刻就被这满脸铁金的长老 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这点小事 你都处理不了 还要来反老夫 那种训斥 极为严厉 吼声传出很远 吓得天空会的头领修士 瑟瑟发抖 连连称是 最终被赶出来时 他欲哭无泪 只觉得与白小纯对上后 看起来分明是自己这方势力大 可偏偏 却总是碰壁 这怎么会是小事 那青龙会魁首 拥有私人之地啊 又是结单修士 我们这些外围弟子 怎么可能处理的了 天空会头领内心憋屈 连连叹息 走在天人家族的院子内 琢磨着既然天人家族都不理会 自己这里又何必去招惹对方 罢了罢了 他们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这天空会头领长叹一声 正要去传送回到空城时 忽然在他前方 有一群人 正簇拥着一位衣着黄色 满是华贵的青年 笑谈而过 这青年显然身份不低 神色内有些傲然 与身边修士谈笑时 这傲然之意丝毫不减 天空会头领在看到这青年后 立刻认出对方正是这天人家族内 几个天骄族人之一的李元胜 这李元胜修行不到百年 已是结单修士 前些年对方还是住基时 曾去过空城 要走了一些贡献点 于是连忙低头拜见 李元胜与身边修士走过 目光一扫 看到了天空会头领 想起了对方那里的贡献点 于是随意的问了一句 何事到来 天空会头领一听 内心围动 赶紧开口 添油加醋 将青龙会魁首的事情 以及自己遇到的麻烦说了出来 李兄 你家族的产业 居然也都有人去抢夺 有意思 这青龙会的魁首 区区一个结单修士 竟敢胡口夺食 李元胜身边的众人听了后 纷纷笑道 还请少主为我等座主 天空会头领立刻抱拳 深深一拜 李元胜目光一闪 也听到了四周修士的话语 冷哼一声 今日无事 与你去一趟 看看此人到底有什么本事 竟敢如此大胆 第402章七上家门 天空会头领大喜 连忙带路 李元胜四周修士 都是这彩虹上各个家族的顽固族人 胸围大都是家族堆积出来 虽是结单 可往往也是一声尽头了 平日里无所事事 此刻一听有热闹可看 也都笑谈中随着李元胜一起 踏入传送阵内 呼呼拉拉十多人 传送下方空城 到了空城后 天空会头领内心激动 他知道这些顽固兴趣来得快 消失得也快 于是没有耽搁 而是立刻就带着他们 直奔西城而去 那青龙会魁首 极为歹毒 曾炼制过超级壁谷丹 残害同门 还有致幻丹 宗美以明令禁止 也是他之前炼制出来的 过害一方 如今在这空城内 不知多少人对他恨之入骨 赵主 你们此番 不仅仅是为了咱们家族的事情 而是为我星空到集宗除去遗害啊 一路上 天空会的魁首不断地开口 听得四周那些跟随李元胜到来的 顽固修士们 都彼此哈哈一笑 此时他们也不会当真 可听得舒坦变好 除去不可能 能有自己的私人之地 此人的来历也不小 不过就算来历再大 得罪了我天人家族 也都没用 李元胜淡淡开口 他虽也有些顽固 可毕竟是天人家族的天骄 傲然虽有 但却不会太过迷失在吹捧的言辞中 不过此事我帮你之后 你要知道接下来怎么处理 李元胜大有深意地看了看天空会魁首 天空会魁首立刻会议 知道这是对方在暗示要贡献点 于是连忙点头 李元胜微微一笑 对于这一次去找青龙会的麻烦 他没有认为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此刻与身边人笑谈时 众人一路飞向西城 途中 不少空城修士看到他们后 全部都大惊失色 这十多人 除了天空会魁首外 其他所有人 竟全部都是黄袍弟子 那名黄黄的黄袍 让所有看到之人 都心神震动 羡慕的同时 也都立刻知晓 这些人来自彩虹 还有不少修士 看到这些黄袍弟子所去的方向 竟然是西城后 一个哥立刻有了无数的猜测 纷纷小心翼翼的跟在了后面 很快的 跟随在后的修士 就有数百人之多 李元胜没有在意 身为天人家族的天骄 身为黄袍弟子 他走在任何地方 只要是东脉修真界内 都会如此 他早就习惯 此刻一行人也没有展开太快的速度 可依旧在不久之后 就来到了西城的边缘沙漠所在之地 远远地 看到了遗迹外 占地实力范围的客栈 此地人数众多 来来往往 虽是黄昏 可也极为热闹 只是当有人看到了李元胜一行黄袍弟子后 全部都愣在那里 内心震动 黄袍弟子 这么多黄袍弟子 他们身边那个人我有些眼熟 那不是天空会的魁首吗 难道他们是天人家族 天空会来了 这是要针对青龙会 在这众人心惊时 李元胜等人已飞到了客栈的上方 随着十多个结单修士的修为 在这一刻全部肆意地扩散开来 立刻天地轰鸣 风云倒卷 整个大地都在震动 强烈地威压 瞬间扩散四方 使得这里的修士都身体颤抖起来 仿佛有一层层威压 从天降临 使得众人身上如压下了数座大山 在客栈内的青龙会的修士 也都一个个神色变化 失声惊呼 神算子快速走出 凭着这段日子的贡献点 他也已然到了筑基大圆满之后的贾丹境界 此刻目露其忙时 张大胖也走了出来 白小纯的这些护道者中 进步最快的就是张大胖 也不知是不是他与源头灵气颇为契合 又或者是与其列宁有关 他的修为 在白小纯那无数的贡献点的堆积下 竟在近期突破 踏入了筑基大圆满 此刻走出时 气势不俗 还有徐宝才与陈漫瑶 也都面色变化 纷纷出现 在看到了天空上那十多个黄袍修士 以及他们身上的结单威压时 四人面色在变 青龙会魁首 给我滚出来 天空会的魁首 此刻深吸口气 目中露出激动与振奋 他对青龙会已经是恨之入骨了 此刻猛的大吼 内心一阵舒坦 这句话 他已经埋在心里好久了 此刻终于说出 顿时畅快无比 此周众人纷纷心神摇晃 远处跟随而来的那数百人 也都一个个睁大了眼 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 青龙会完了 天空会的强悍 在于其背后的天人家族 天人家族只需一句话 就会有无数的修士为之疯狂 我见过那个人 他是李元胜 天啊 他是在星空道极榜上 排在九百多位的天骄 哗然之声 在这四周不断传出 青空道极榜 能进入千名内 都是天骄俱拨 毕竟青空道极宗的规模 实在太大 其弟子之多 外人难以计算 在这众人嗡名时 随着天空会魁首的怒吼 白小纯心惊肉跳地 打开了窗户 偷偷看了看外面天空上的 那十多个修士后 他眼珠转了转 看到对方是在自己的 私人之地内 于是放心了 干咳一声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和人吵闹 白小纯站在阁楼上 皱着眉头 一身气势扩散 逼拟着开口 给我出去 白小纯袖子一甩 立刻操控那面七彩旗 运转阵法之力 顿时风起云涌 阵法之力弥漫 正要将这些人驱赶出去时 突然的 那里袁胜微微一笑 右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枚玉剪 想下一案 阵散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在传出的瞬间 这凝聚而来的阵法之力 刹那就消散得干钱静静 白小纯差一时 李元胜身体一晃 全身上下静在这一刻 升起白色火焰 如同一道流星 直奔白小纯而来 在来临时 他的修为之力全面散开 结单中期的修为 形成滔天威压 如同天火降临 刹那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前 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滚出这里 李元胜淡淡开口 目中带着冰冷雨轻蔑 右手猛的落下 远远一看 火焰惊天 白小纯双目微微一缩 对方修为与他一样 都是结单中期 此刻出手时气势不俗 而且这明显的失出了权力 不但要将白小纯重伤 更是要将这客栈回去 在神算子等人的惊呼中 白小纯生气了 这里是他的家 对方如强盗一样 气势汹汹的到来 遇回自己的家业 此时立刻让白小纯怒急 赤泥滚 白小纯右手猛的掐绝 寒冷仰念之意骤然散开 随着他右手抬起狠狠一挥 顿时一股惊人的寒气 从他的手中直接爆发开来 刹那就冰封了四周 从他脚下开始 方圆几百丈内 但凡是对方神通覆盖之地 刹那冰封 空的一声 李元胜的天火一击 在与白小纯的右手碰触后 那天火爆发 向着四周扩散 可在扩散的过程中 无但无法伤害 被冰封的客栈建筑丝毫 更是肉眼可见的 竟也被冰封住 成为了一朵朵冰火之花 李元胜面色一变 全身刹那间冰寒一片 这寒气诡异 进入体内后竟无法被驱除 而是成为了无数的冰颗粒 让李元胜嘴角溢出鲜血时 就连那鲜血 也都在溢出后刹那结冰 一起出 李元胜呼吸不畅 后退时话语还没等说完 白小纯这里猛的抬头 他全身上下的寒气 在这一刻滔天而起 使得身体外的所有天火 刹那冰封 他的身体更是一瞬冲出 直奔李元胜而去 速度之快 空的一下就临近李元胜 掐绝间再次一指 立刻寒冰之意 于半空中爆发开来 向着四周横扫时 李元胜的那些同伴 也都面色大变 立刻出手 眨眼间 聚想震天 这时多位结单修士的出手 形成了虚无的坍塌 化作了一张大口 就要将白小纯吞噬 小纯张大胖怒吼 想要去帮助 可却没有能力 可就在这大口吞噬而来的瞬间 白小纯的身影突然消失 出现时 赫然在了这十多个结单修士的身后 面色阴沉 一身煞气从其体内扩散开来 仿佛化身业脏 顺移 这不可能 在白小纯消失又出现的刹那 这十多个结单修士里 立刻有人看到后 带着无法置信 失声惊呼 第403章 你敢伤我 这样的惊呼 不但是从这十多个结单修士口中传出 就连四周观望之人 也都全部睁大了眼 露出无法置信 这绝对不是瞬移 结单修士 怎么可能瞬移 此人要么就是身怀至宝 要么就是功法特殊 众人哗然 也难怪他们如此 顺移 这是唯有原因真人 才可以拥有的手段 那是精气神与整个天地初步融合后 才能形成的神通之法 这种方法 原因以下根本就无法做到 而一旦依靠某些手段做到的话 那么就代表此人的难缠程度 提高了太多太多 甚至为杀之法 也将失效 可以说是完全占据了主动 想攻就攻 想退就退 一切都在其一念之间 李元胜以及身边众人 此刻纷纷瞳孔猛地收缩 内心都有咯噔之声 与此同时 在白小纯避开这十多个 结单修士联手一击的同时 地面上客栈内外的冰层 也瞬间消散 有冰层保护 整个客栈没有受到丝毫损失 这种翻手间千丈范围冰封 一念终又刹那消散的神通之法 让青龙会修士全部振奋 而四周的观望之人 此刻都纷纷吸了口气 尤其是半空中李元胜等人 更是一个个面色变化 看向白小纯时 每个人的表情都凝重起来 他们虽是顽固 可毕竟是星空到极宗的弟子 见多识广 之前还没把白小纯这里当回事 可如今彼此一出手 立刻就感受到了白小纯的不同之处 尤其是如今这煞气的散开 立刻就让李元胜意识到 眼前此人 绝非寻常修士 其战斗经验的丰富 恐怕不比那些在任务中 多次经历生死的修士少多少 他内心暗怒 狠狠地瞪了一眼天空会的魁首 暗自后悔自己从彩虹下来 尤其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自己这方十多人 若还是无可奈何对方 那么此事用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他李元胜 正在星空道集宗内的一个笑柄 天空会的魁首也在颤抖 他知道青龙会魁首是结丹修士 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对方根本就不是那种简单的结丹之修 而是能与十多位同径之人交战 甚至不落下风 更是掌握了类似顺鱼之法的绝顶之修 这天空会魁首也都多缩了一下 呼吸急促时 李元胜目中露出寒芒 身体一晃整个人竟在半空化作了一只巨大的火焰手 轰鸣中直奔白小春而来 他身后那十多人也都各自展开神通 一时之间苍穹五光十色 这十多个结丹修士 再次联手直奔白小春 你们七人太甚 白小春此刻怒意弥漫 向前猛的一步走出 这一步落下的瞬间 立刻一股冲击从其身上直接爆发开来 寒气更是扩散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片风暴 向着四周横扫 与那来临的十多人直接就碰触到了一起 据想滔天 轰鸣中白小春身影消失 出现时刻燃在了这十多个结丹修士其中一人的身后 在这修士面色变化的瞬间 白小春右手抬起 握拳狠狠一拳轰出 轰的一声 这结丹修士面色变化 全身衣袍无风自动的鼓起 生生的对抗了白小春的一拳后 他全身颤抖 猛的倒退 鲜血喷出时 立刻被寒气瞬间钻入体内 使得喷出的鲜血刹那结冰 他这件衣袍 可以抵抗不少的肉身之力 白小春皱起眉头 他肉身之力不俗 这结丹修士赶紧低后 要去提醒其他人 可就在他开口的瞬间 白小春背后出现了翅膀 这翅膀猛的一扇 他的速度刹那暴增 急速之快 刹那间再次出现在了 这修士的面前 这一次 他右手闪电般抬起 一把抓住此人 向着地面狠狠的一贯 轰的一声 直接就把这修士 扔在了大地上 地面震动 惨叫传出时 这修士全身骨头断了不少 此刻在深坑中挣扎 看向白小春时 以露出恐惧 此刻白小春身体再次瞬移 出现时 在了第二个修士的面前 这一次他不是用拳头 而是左脚猛的抬起 向着此人狠狠一轮而去 他的左腿掀起音爆 虚无扭曲中 在那第二个修士面色变化 试图全力抵抗的瞬间 白小春 那蕴含了超出全身之力的左腿 以不死金之力 直接就落在了这修士的腰部 仿佛是踢爆了口袋般的闷闷之声 顿时传出 这第二个修士睁大眼 甚至都来不及吼出话语 身体就轰鸣之下 在那鲜血喷出中 被白小唇一脚直接踢出百丈开外 就连腰椎骨都被踢得刺进血肉内 从皮肤上穿透出来 惨叫凄厉 而这还没有结束 更有一道道金色的丝线 刹那就缠绕在这修士身体外 形成静置 直接封印了这修士体内一切修为的运转 使得此人刹那间 仿佛成为了凡人 这一幕 让所有看到之人 都吸了口气 这青龙魁首 太狠了 而且竟在出手时 蕴含静置之力 众人心神震动时 这场厮杀没有结束 白小唇猛的转身 体内不死长生攻运转爆发 形成了防护之力 生生的抵抗了来自身后的两个 结单修士的术法后 他神色争鸣 左腿再次一轮 轰轰声响中 这两个偷袭靠近的修士 也都被直接踢飞 金丝闪耀 卡卡之声传出 这二人各自古断 尤其是其中一人 刺伤到了肺部 此刻壳中喷血 瑟瑟发抖 体内一切胸围运转 顷刻间被封印 更有一尊尊紫色的大顶 瞬间降临四方 砸向众人时 白小纯再次顺移避开众人神通 出现时 在了第五个修士的身后 正要出手的刹那 他的四周其他几个修士 也都察觉 纷纷杀来 白小纯冷哼一声 索性直接展开了汗山状 一步之下 他整个人如同暴龙 轰轰中撞在前方修士的身上 这修士鲜血弥漫 说不出半句话 惨叫中道卷石 就连胸口也都凹陷下去 白小纯右手掐绝 转身向着身后来临的三个修士 隔空一按 寒 脑海念动 竟然寒气刹那扩散 卡卡声下 他右手前的虚无 竟在这一刻被冰封起来 连同来临的那三个结单修士 也都脚步一顿 这一顿的代价 就是白小纯一顺的临近 左脚的抬起 轰轰轰三声中 三人喷着鲜血到卷而去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从白小纯出手到现在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这些顽固就纷纷大败 此刻鱼留下来的 除了李元胜外 就只有三个顽固修士了 这三人面色变化 身体一颤 彼此看了看后 都瞬间后退 打定主意 绝不参与李元胜这里的事情 之前那些同伴们 此刻一个个凄惨的模样 就是警醒这二人的最有力的手段了 同样的 四周其他观望之人 在看到这一切后 呼气吸气之声竟诡异的消失了 似乎都被白小纯这里的凶残震慑的 不敢发出声音 李元胜更是身体一抖 短短的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四周的那十多人 要么昏迷 要么逃顿 要么是被重创 使得此刻只有他一个人站在半空中 白小纯在那瞬移下 本身又有惊人的战力 使得同镜之中 如同鬼魅 根本就无法对抗 此刻他吸气时 额头浸出冷汗 与白小纯那赤色的弥漫了血丝的双目对望后 李元胜从内心深处生起了一丝寒意 下意识地后退 你也给我下来吧 白小纯眼中寒芒一闪 直奔李元胜而去 欲将其抓住 要扔向地面 他速度之快 配合方圆千丈的冰寒之影 在李元胜退后的瞬间 直接就顺移一般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右手抬起时 身后更是出现了不死长生弓的金刚身 同样也抬起大手 向着李元胜 一把抓来 七里从白小纯的手中散出 四周冰寒气吸道卷 形成大量的冰刺 从四面八法 直奔李元胜 仿佛十面埋伏 让李元胜面色大变 你敢伤我 我李元胜来自天人家族 不管你什么来头 三天之内 我定让你滚出星空道极宗 李元胜眼中露出灵力 怒吼 第404章 我是质子 李元胜的声音传遍四周 这句话 本是他惊慌之下开口 威胁之意格外明显 毕竟在他看来 任何一个修士来到了星空道极宗后 若是被驱逐出了宗门 这是比杀了对方还要严重的事情 毕竟星空道极宗是东脉通天河内的源头宗门 子宗驱逐后 中游四大宗门也好 下游宗门也罢 都不会接收 如此一来 只能成为散修 而散修 在通天世界内 地位极低 更是无法长久靠近通天河区域 只能偷偷潜入去修行 而一旦被发现 立刻就会遭到驱赶 除非是能成为原因修士 还好一些 可原因以下的散修 很是凄苦 所以李元胜才这般开口 且他也明白 以星空道极宗的规则 他与这青龙魁首毕竟是同门 他就算是想要弄死对方 也没有什么办法 其难度较大 而以其家族的地位 运作之后 将对方驱赶出宗门 反倒容易一些 一旦对方离开了宗门 没有了星空道极宗的保护 是生是死 就在他一念之间 况且他虽不知道 白小纯是什么来头 可他不在乎 就算是有私人之地又如何 空欲彩虹上 石堂堂主 任何一人 都有资格在空城内 给予私产 此事外人传起来 似高大无比 可在他看来 不过是小事而已 再大 也大不过他的背景 眼下 就在李元胜的声音传出的瞬间 白小纯这里听到后 竟身体一抖 猛的睁大了眼 右手刹那就立刻强行收回 更是脑海念头一转 顿时如石面埋伏般 从四周虚无中寒气凝聚出的 那无数冰刺 刹那间倒退 竟消失在了半空中 你说什么 白小纯倒吸口气 直勾勾地看向李元胜 紧张忠败着不确定的语气问道 这一幕 顿时让之前被白小纯轰在四周的那些顽固 一个个愣住 不仅是他们如此 四周的观望修饰 之前被白小纯的强悍震惊 此刻逆转般看到这一幕 全部呆了一下 白小纯的变化太明显了 之前还是气势汹汹 可被李元胜这么一威胁 此立刻就软了下来 就连李元胜也都愣住 他此刻内心还在哆嗦 方才那句话 他是惊慌中勉强摆出强势开口 此刻眼看居然有效 他立刻惊喜 深吸口气后 他目中的灵力更多 哼 现在知道怕了 已经晚了 不管你什么来头 最多三天 李某就让你失去星空道极宗的身份 滚出此地 李元胜被着手 声音如雷轰遍四方 更有气是在体内崛起 使得他整个人在这一刻 四威武不凡 他可以想象 下一息 眼前这个青龙魁首 必定会惊慌失措 要么就是怒急不甘心 要么就是苦涩的向自己低头 他很想知道 对方到底是哪一种反应 这就是身份的区别 哼 我倒要看看此人是否能屈能伸 李元胜嘴角露出阴冷之笑 与此同时 四周那十多个结单顽固 也都一个个彼此目光对望 都觉得这一幕的转化 实在太快了 方才还是猛人 没想到下一瞬 竟紧张如此 可白小纯的神情 确实让所有人 包括李元胜在内 都无法预料与出乎想象 在听到了李元胜那确定的话语后 白小纯竟激动起来 甚至在那激动中还可以看到惊喜 真的吗 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李兄是吧 刚才多有得罪啊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早说能够让我三天就离开星空到集中啊 你若早说 我一定不出手 白小纯振奋的开口 说完 四还是有些患得患失 又狐疑的加了一句 李兄 你确定啊 一定要确定好 三天内就能让我离开 白小纯话语传出时 那时多个顽固顿时傻眼 李元胜也都一脸茫然 呆呆地看着白小纯 四周众人更是面面相去 纷纷搞不清楚状况 不理解为何白小纯这里如此高兴 你 李元胜彻底迷茫了 他觉得自己的思绪 与对方不是在一个世界里 他忍不住又说了一句 你听清了我方才说什么了吗 我说 三天内 我让你滚出星空道极宗啊 是滚出 是被星空道极宗收回弟子身份 驱除出去 是驱除出去啊 白小纯赶紧点头 他更为振奋雀跃 你确定就好 李兄 你真是我的贵人啊 白小纯说着 向下方客栈内的徐宝才等人高声大喊 徐宝才 大师兄 哼哼子 还不感谢李道友 他有办法让我们离开星空道极宗 我可以不用在这里做质子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客栈内 神算子三人干咳一声 同情地看向李元胜 李元胜神色的茫然 在听到白小纯说出质子二字后 漠然大便 他睁大了眼 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指着白小纯失声惊呼 你是质子 是啊 我是质子 白小纯一甩袖子 大声说道 别人若是质子 说起自己身份时大都会苦涩悲愤 往往都夹着尾巴做人 可白小纯这里 却是一副极为嚣张的模样 声音传遍四方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他每次想起自己的身份 都会郁闷 可现在 看到李元胜那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白小纯忽然觉得 质子也挺好的 此周众人 在听到这句话后 顿时传出无数的哗然与惊呼 天空会的魁首更是如天雷轰顶 雾瞪口呆 他此刻终于明白 为何自己这方查探之下 始终无法查到这青龙魁首的来历 该死的 他居然是质子 居然还如此嚣张 这质子 不从来都是悲愤与苦涩的吗 天空会魁首内心都快哭成通天河了 你 你 李元胜只觉得脑海翁的一声 话语都说不出来了 他就算是本事再大 可以让一个普通弟子被驱逐出去 即便是对方有来头也不怕 可若是质子 涉及到两个宗门之间 别说是他了 就算是原因修事也做不到 只有天人出面 才可有如此决断权利 这种自己开了狂言 却被对方以如此方式狠狠一巴掌拍回来的感觉 让李元胜怒极功心 甚至觉得脸都火辣辣的 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他的双眼赤红 这一刻整个人要抓狂 大吼一声 头也不回地直奔天空彩虹而去 不愿再停留丝毫 咦 你怎么走了 李兄别走啊 你答应过我 三天让我离开啊 白小纯连忙跳起来招手 他话语传入李元胜耳中 李元胜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吼声震天 你欺人太甚 在这怒吼中 他速度更快 不但是他这里如此 四周那时多个顽固 此刻一个个都哆嗦 看向白小纯时 都露出敬畏之意 觉得白小纯的手段实在太犀利了 眼下连忙一个个低头 在其中三人的搀扶下快速顿走 白小纯干咳一声 看着众人离去的身影 得意的一甩袖子 壮落失望的叹了口气 我最讨厌那种没本事 却偏偏又装出很厉害的人了 做不到让我离开 就别说啊 这不是逗我玩吗 白小纯感慨 摇着头 回到客栈 在神算子等人哭笑不得的目光下 他带着得意回到了密室 继续修行 很快的 有关白小纯是致死的事情 立刻就传遍了整个空城 甚至此事太大 也解了太多人的疑惑 传得更广 就连其他三个城市 也都渐渐听说了此事 全部震惊 尤其是其他三个城市内 有新和愿 及和愿 以及道和愿的质子 他们听说了此事 全部目瞪口呆 连连吸气 做质子 居然能做到如此嚣张的程度 则白小纯 我一定要去拜会一番 对比白小纯之后 他们又看了看自身 一个个都打定主意 一定要去拜会白小纯 交流一下致死的经验 说不定自己这里 也可以在作为致死的阶段 生活得更好一些 而天空会 在这连续的挫折之下 也都全部低头 对于白小纯这里 已彻彻底底的没有了办法 最终商议之后 天空会魁首狠狠一咬牙 我们惹不起他 将他送走总可以吧 第405章 送你上天 经空道集中的晋升规则 要么弟子在贡献点 达到了百万后 选择寄限晋升 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种方式 就是当自身的贡献点 达到了一定程度后 会被星空道集中的阵法感应 强行晋升 这种强制的做法 是为了防止贡献点的堆积 以免崩溃星空道集内的物价 算是符合星空道集中的利益 且不是人力可控 而是星空道集中的阵法之力 毕竟所有的身份令牌 都有星空道集中的阵法之眼 只不过第二种做法 很少会出现 且往往需要贡献点达到一定程度 一旦少了 无法引起阵法的重视 其实说的直接一些 就是让一个人的贡献点暴增后 仿佛黑夜里的火把 引起阵法注意 便会强制晋升 如之前的宋缺就是以这种方式 被白小纯用青龙会的贡献点 一次性的送出了大量 使得宋缺刚一飞到半空 就被阵法察觉 降临接引之光 强制飞升成为黄袍弟子 而眼下 天空会对于白小纯已经是怕了 所有的头领一个各都红着眼 打定主意 要将白小纯送走 机会只有一次 一旦这一次因贡献点少了没成功 让那青龙魁首有了提防 我们下一次要这么做 就难了 所以 这一次我们豁出去了 这笔贡献点 我们天空会出了 为了把它送走 再多的贡献点也都止了 天空会众人一个个咬牙 下定决心后 又等了数日 直至等到星空到集中阵法 拨动最浓郁的月圆之夜 立刻发动 这一天深夜 圆月高挂 月光洒遍大地 使得整个地面看起来都无比柔和 空城内哪怕是深夜 也依旧很是热闹 人生鼎沸 七城边缘沙漠上 青龙会的客栈也是如此 来来往往的修饰 并没有因为月夜而休息 依旧有人踏入一季内去完成任务 白小纯此刻坐在桌子旁 身后有两个侍女拿着扇子 正在给她扇封 这扇子若是放在外面 必定会引起不少人争夺 那可是需要花费不菲的贡献点 才可以换来的重宝 可眼下在白小纯这里 却仅仅是普通的扇子而已 即便是她面前的桌子 也是千年织木打造 若是制作成飞剑 威力不俗 可眼下 却只是一张桌子 此刻桌子上 山珍海味无数 堆积老高 这里面任何一道零食 在外面都是名贵非凡 就连碗筷 也都是宝器 整个房间奢华无比 哪怕是原因修饰走进来 也都会被震撼一下 此刻徐宝才 神算子 张大胖坐在白小纯身边 正久足饭宝 在那里笑谈 陈漫瑶乖巧地坐在白小纯的身边 也拿着一把扇子 不识轻笑 这几人的衣着都是华贵异常 一副爆发户的样子 那里元胜 说话果然不算数 三天早就过去了 他还是没让我们离开 白小纯摸了摸肚子 打了个宝格 得意的开口 赵祖 其实我们在这里挺好的 哈哈 不管是吃的用的 都是最好的 这在逆河宗内 可是从来没有 眼下就是挺好奇 不知道彩虹上面什么样子 徐宝才在一旁笑道 瞧瞧 白小纯咳嗽一声 一直徐宝才 冲着身边的张大胖说道 瞧瞧这人 就这么点志气 当年咱们没让他进火造房 就是对了 徐宝才 你要志气大一些 知道吗 这里比彩虹上好多了 傻子才去飞升 我白小纯要一辈子在这里了 白小纯一挥手 豪情满怀 神算词语张大胖哄笑 徐宝才有些尴尬 正要说些什么时 白小纯再次挥手 你们听我 白小纯正要炫耀一下自己去彩虹的经历 好让这些人知道彩虹上是多么的冷清 可话语刚说到这里 还没等说完 他忽然一愣 感受到了储物带内的震动 一拍之下 取出了身份令牌 差异的零食一扫 顿时呆住 他看到自己的令牌内 储存的贡献点 竟莫名其妙的增多 怎么回事 白小纯正费解时 眼睛突然睁大 他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贡献点 就这么眨眼间 居然突破了一百万 而后二百万 三百万 直至四百万 白小纯立刻恐惧 哀嚎一声 来不及向神算子等人解释 赶紧就要将这多出的贡献点送给其他人 可他哪怕再快 也还是慢了 轰的一声 他的贡献点 竟直接突破了四百万 达到了五百万之多 如此多的贡献点 在这黑夜里 在这圆月中 在这星空到集中阵法波动最活跃的一刻 如同是明亮刺目的火把 刹那间就引起了阵法的注意 空明间 阵法之力骤然地降临到了客栈内 降临到了 白小纯所在的房间中 不 白小纯尖叫时 神算子等人也都骇然 一个个很快就反应过来时 接引之光 在这一瞬 直接从天空落下 穿透一切避障 直接就笼罩在了白小纯身上 甚至在这阶影之光出现时 白小纯身上的贡献点 还在疯狂暴增 居然到了七百多万 如此一来 仿佛是故意触怒了阵法一般 这阶影之光也都不再柔和 而是强行一拽 直接就将白小纯从这房间内 轰了一声 拽向天空 白小纯的惨叫 在这一刻传遍四方 神算子等人面色大变 齐齐飞出 可却没有办法 只能震撼 我不想走 我舍不得这里 我不想做黄袍弟子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赤袍弟子 白小纯欲哭无泪 他此刻已然明白 自己是被天空会给阴了 而他的贡献点 此刻居然还在增加 可以看出天空会的决心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而他的这道接引之光 比以往其他人的接引之光 要大了太多太多 尤其如今是黑夜 就使得这道光格外明显 整个空城都能看到 天空会的那些人 也都看到了这一幕 纷纷激动振奋 甚至那些对白小纯有误会 因至患丹与超级壁骨丹而委屈的空城修饰 此刻在注意到了这一幕后 全部激动的狂喜起来 甚至还有的人敲锣打鼓 不断欢呼 白老魔终于走了 苍天有眼啊 这青龙魁首 他竟飞升了 哈哈 这毒魔是我空城第一霸 他这一走 如搬走了我等身上一座大山 在这全城的欢呼下 白小纯的惨叫中 神算子等人的目瞪口呆里 白小纯的身影 被那条粗大的接引之光 拽着直奔苍穹 冲向空域彩虹 空域彩虹上 负责接引下方弟子的修士站在接引台上 此刻也都一脸的不可思议 站在那里呆呆的看着下方空城内的欢呼 这欢呼之声居然在这里都可以听到 可以想象这得需要多么高昂的热情 在这几个接引修士面面相去时 他们看到了那条前所未有 他们从未见过的粗大接引之光 带着蛮横之意 一把将白小纯拽了上来 出现时 已在了这几个修士面前 我不想成为黄袍弟子啊 白小纯刚一上来 感受到四周的冷清 顿时哀嚎 眼泪都要出来了 他心中悔恨自己之前太得意了 居然没防范天空会用这种方式送走自己 此刻内心悲愤 就连声音也都让人听得满是悲切 可这话语 却让那几个接引修士再次愣住 他们在这里接引多年 每一次上来之人都是激动万分 这还是首次看到这么悲哀的 白小纯长续短叹 哭丧着脸跟着眼前这几个接引修士 离开了这处接引台 一路看着四周的冷清 尽管这里的风景如画 淋漓浓郁 闻一口都让人心旷神疑 甚至潭水处处 歇山一溪 可白小纯还是觉得自己的客栈好 在这愁眉苦脸下 他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做人不能太优秀 哀 没想到我白小纯这么低调 可还是告别了凡尘 成为了黄袍弟子 白小纯遗憾 常看一生 第406章空域 空域彩虹上 共有十堂 所有寄生黄袍弟子的修士 都会被某一堂选走 不过十堂选人 不会单独为人开放 每年只在固定的日期开启 只选一次 接引白小纯的那两个修士 穿着黄色长袍 他们这一路上打亮了白小纯多次 被白小纯这里有些拿捏不准 毕竟白小纯上来的时候 引起的动静太大 这两个黄袍弟子平日里对其他非生之人可以伶俐 但被白小纯问寻了名字后 言辞略有客气 不过白道有你运气不错 如今距离下一次食堂选人 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 二人一路 为白小纯介绍空域彩虹 这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整个空域彩虹 也因食堂的存在 划分出了五环 其中内环是长教所在 没有召唤不得入内 其他区域 则分属于食堂 这负责接引的二人说得很仔细 一路带着白小纯走在空域彩虹上 白小纯之前来的时候 走马观花 此刻随着接引的修士前行 听着对方的介绍 对于这空域彩虹的了解 也慢慢多了起来 此地说是彩虹 可实际上与平地没有太大的区别 可以看成是漂浮在半空中的七彩大地 地面几乎看不到七彩泥土 能看到的都是一处处青石板 弥漫了整个空域 唯独在一些仙山所在之地 才可以看到属于彩虹的七彩泥土 最让白小纯印象深刻的 是这里的灵气很是柔和 这种柔和的程度 使得吸收起来更为容易 消耗也不会如空城那样恐怖 回到了正常的状态 与此同时 站在这里 看向远处时 一侧能看到青山绿水的通天大地 以及那条川流不息的通天河 而另一侧看去 则是无尽浩瀚的 汪洋大海 上一次白小纯来的时候 因是在内环 看不到太远 可眼下他是在外环 一眼就看到了那片大海 这金色的大海给人的感觉极为壮观 白小纯忍不住到吸口气 心神震动 尤其是这海上灵气浓郁到了极致 还存在了狂暴 使得海面不平静 波涛亥浪层层推进 时而还传来轰轰巨响 这 就是通天海 白小纯心神一阵 南南低雨 那两个负责接引的羞士 神色难免自傲 更以身为星空道集宗黄袍弟子为荣 其中一人笑道 没错 也只有我等晋升成为了黄袍之后的弟子 才有资格在这里长久居住 观赏通天海的同时 也可以感受通天海的磅驳 此海 毕竟是整个通天大地的核心所在 一切灵气的根源 此海不哭 则我通天大陆永远昌盛 白小纯深吸口气 她看着通天海 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清晰 她忽然很想乘风破浪 踏在通天海上 暗闪后目光慢慢收回时 落在了那瀑布上 那艘 惊人庞大的古老战舟上 这战舟通体漆黑 在这个位置去看 更为清晰 可以看到其上很多地方残破不堪 甚至就连船帆也都残缺很多 一席间 似乎有一道道幽影 在这船内飘来飘去 很是圣人 看得白小纯心底发毛 赶紧收回目光 一路上 她还遇到了一些空域彩虹的修饰 大都是黄袍弟子 至于之上的绿袍 青袍 白小纯一个都没看到 显然要么稀少 要么就是大都不在这一片区域里 另外 这空域彩虹的修饰 在白小纯感官中与曾经的印象一样 都是带着自傲以及冷漠 相互很少说话 最多只是目光一扫 便各自离去 使得整个空域彩虹都很是安静 这种安静 让白小纯有些不适应 但也没办法 随着那两个接引的修饰 她来到了负责弟子登记的地方 递出自己的身份令牌 拿到了黄袍弟子的衣衫以及东府后 那两个接引的弟子又交代了几句 这才离去 白小纯举目似看 一股陌生的感觉 在心头浮现时 孤零零的一个人 愁眉苦脸的按照预检地图的地点 终于在五环之外的一处靠近边缘的地方 找到了自己的洞府 这是一座很普通的洞府 唯一的好处就是站在门口 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大海 除此之外 再没什么了 洞府也不大 里面的格局一般 这些若是换了其他飞升上来的修饰 必定会激动狂喜 觉得比自己在空城内的待遇好了太多太多 可对白小纯而言 这里根本就没法与他的客栈比较 白小纯叹了口气 站在洞府外发了会呆后 这才任命地走入洞府内 打理一番后 盘膝打坐 开始修行 随着修行 白小纯慢慢平静下来 也发现在这里的修行速度 的确是比在空城还要好不少 且消耗几乎察觉不到 那种壁骨之意 又浮现全身 每一次吐纳都有源源不绝的灵气涌现而来 吸入白小纯体内 游走之后又扩散开来 渐渐的白小纯也就沉浸在了修行中 时间一晃 过去了十天 这十天 他除了修行 就是外出熟悉四周的环境 也遇到了一些同门弟子 可彼此之间都很冷淡 白小纯想要打招呼 却无人理会 与此同时 星空到极宗的底蕴 也在这十天里 被白小纯真正的感受到了 在这空域彩虹上的黄袍弟子 居然有大半都是杰丹修士 即便是有筑基存在 也都是甲丹 且本身有不俗的战力 这一幕幕 让白小纯很是心惊 同时 他也打探到了修炼人山爵所需的地方在何处 只是可惜并非是在空域彩虹 而是在第二层的新道道集中的掌门所在之地 第二层彩虹 左侧是天人居所 右侧是掌门以及失恋之地 白小纯抬头 看着上方的两道更为庞大的彩虹 南南低语 在这里 人人冷漠 他出来乍到 获得的消息不多 而一旦成为黄袍弟子 想要去空城 会多一些限制 这些限制或许在李元胜等人身上无碍 可对于白小纯而言 此刻还是很复杂的 使得他无法轻易下去 不过预见传音还好 通过与神算子等人传音 白小纯也知道了自己离开后 青龙会萧条了一些 不过当收益的分城再次下调后 倒也勉强过得去 而天空会虽也有挑衅 可毕竟还是有些忌惮 白小纯 倒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找事 在传音中 神算子等人告诉白小纯 他们也准备在近期 处理了客栈的时间后 一一飞升上来 白小纯立刻期待 在张大胖等人没有到来前 他很无聊 只能整天修炼不死 长生功与寒门养念绝 这样的日子直至过去了一个月后 这一天上午 白小纯正修行时 忽然神色一动 抬手袖子一甩 洞府大门卡卡开启 露出了外面的阳光 以及从远处走来的一道身影 这身影在看到白小纯的洞府大门打开口 脚步一顿 沉默片刻后 还是走了过来 随着临近 慢慢露出了一张俊朗中带着阴冷的面孔 正是宋缺 缺二 白小纯高兴地站起身 正要迎接时 宋缺冷哼一声 退后几步 没有走入洞府 而是站在洞府外 白小纯 寄生黄袍之事 不管如何 都是我宋缺欠你一次 你刚刚上来 很多事情不知道 我要提醒你两件事情 纵缺硬邦邦的开口 一 三个月后的堂口选择 我也一样会参与 拎来的比你早 知道的多了一些 有些堂口是肥缺 生死较少 生活颇多 如公法堂 顾欲堂 练灵堂 可同样的 也有一些堂口 极其危险 败入后死亡极多 有以暗形堂 以及降魔堂为主 你选择时需留意 二 你上来之后的这一个月 你不知道 已经有一股暗流在针对你了 有人放出话来 要整你 你想想自己都得罪水了 做好准备 宋缺看了白小纯一眼 交代完后 转身一晃 迅速远去 似乎他来这里 就是为了报答贡献点的事情 第四百零七张将 讲魔堂 白小纯文言目光一闪 若有所思时 宋缺已快速远去 看着宋缺的背影 白小纯许久微微一笑 对于宋缺这里 他实际上已没有那么多的针对了 只不是觉得宋缺活着太累 整天都凶着脸 一副煞气弥漫 欲语人都狠的样子 对于他能来这里提醒自己 白小纯心中记得 此刻沉吟中 不需要太去思索 宋缺化于李纳针对自己之人 自然与天空会有些关联 甚至十有八九 是那里原圣 最知道了是谁 可白小纯也无奈 这里毕竟是星空到极宗 他可用的办法不多 只能多加提防 这要是在你何宗 看我不整死你 白小纯哼了一声 琢磨着若自己是对方 该怎么整治与自己作对之人 想着想着 他忽然抬头 池塘选择 白小纯身体一抖 神色一暗 他越想越觉得可能 只是任凭他如何去想 也都想不出如何化解 甚至他还外出一趟去找空欲掌座 只是那内环之地 没有掌座召唤 弟子无法进入 即便是拜见 也需掌座同意才可 白小纯一连几天都去拜见 可没有一次被召唤 只能郁闷地回来 无奈之余 好在神算子等人在这些天 也终于一个个都选择了际线 从空城内飞升上来 张大胖以及陈漫瑶 都是如此 唯独徐宝才 因客栈的生意还在 且将是几个人在这彩虹上的主要来源 于是自愿多留一段时间 为众人打理客栈 机人在接引修士的带领下 各自取了衣服与令牌后 找到了白小纯所在的地方 相聚时都满是喜悦 就连陈漫瑶 也在这段时间与白小纯等人的接触下 被白小纯算是认可 拉到了自己人的范围内 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这是唐选择 怎么办啊 众人坐在白小纯的洞府内 说了白小纯离去之后客栈的事情后 白小纯又将自己知道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这才问道 神算此与张大胖皱起眉头 二人名思苦想 可实在是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想不出应对之法 最后看向陈漫瑶 白小纯也赶紧看了过去 陈漫瑶来自蛮荒 星空岛集宗内还有很多案子 若真说应付此事 他这里的作用更大一些 陈漫瑶微微一笑 小纯你放心 此事我应该可以处理 你告诉我你想要进哪一堂 姚二你真是好样的 我选择护玉堂 白小纯眼睛一亮 差点没忍住上去狠狠地抱一下陈漫瑶 哈哈笑道 陈漫瑶翘脸微红 撑了白小纯一下 拿出预见开始联系在星空岛集宗的同门 按赏后 向着白小纯露出一个肯定的笑容后 白小纯顿时振奋 张大胖也赶紧开口 要去练灵堂 神算此也提出 打算去公法堂 时间流逝 在神算子等人到来后 白小纯终于不那么寂寞了 就连修炼也都快了很多 渐渐地过去了三个月 钻上最早的那一个月 四个月的时间流逝后 空欲彩虹一年一次的食堂选人 终于到来 这一天清晨 随着钟声回荡整个空欲彩虹 所有在这一年内飞升成为黄袍的弟子 全部都带着肃然与忐忑 从各自的洞府内走出 他们知道 这一天将决定自己之后的一大段岁月里所属之处 被哪一堂选走 也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发展 甚至关乎生死存亡 容不得他们不谨慎小心 只是星空到集中的规则 只有食堂选人 没有人选食堂 如此一来 决定权不在自己手中 众人只能忐忑 白小淳一大早就整理好了一山 在终生回荡时 他荣光焕发 迈着大步走出洞府 对未来自己所在的护育堂 满是期待 他这几个月也都利用贡献点开路 得到了很多消息 知道这护育堂是极好的一处地方 那里负责的是守护整个空域彩虹 而这里是星空到集中 几乎不会遇到有外敌入侵的情况 于是这护育堂的修饰 平日里最多的 就是去内部执法 很是威武 如当年灵溪宗的执法堂 白小淳对此极为动心 他想着自己凭着护育堂的身份 走在空域彩虹上 耀武扬威的样子后 就更期待了 很快的 整个空域彩虹 这一年来寄生的黄袍弟子 一共二百多人 哗哗啦啦从四周各个地方出现 直奔内环区域 对很多弟子来说 在空域彩虹上多少年来 或许也就只有这一次机会 可以踏入内环区域 在这里的七彩山下广场上 亲眼目睹空域内环的磅駁 此地白小淳是第二次到来 轻车熟入 很快临近时 他看到了人群内的张大胖 神算子以及陈曼瑶 还有宋缺也在人群内 彼此对望了几眼后 阴隔着较远 也就没有说话 都肃然地站在广场上 很快的 当钟声消散后 立刻内环关闭 广场上一片寂静 又等了片刻 有时道长红骤然间 从虚无凭空出现 直奔此地 强烈的威压 在这一刻滔天降临 使得白小淳等人都神色变化 只觉得身体一沉实 那时道长红骤出现在了众人的上方 露出了十个身影 这十人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竟全部都是原因修饰 其中还有三个女子 看起来竟明媚动人 只不过神色也是肃然 可越是如此 那种吸引力就越强 至于其他原因 有的苍傲满脸皱纹 有的只是青年模样 还有的慈眉善目 更有人一身煞气 看起来就是凶狠之辈 拜见十位堂主 不知是谁第一个开口 众人全部低头 其其拜见 这十个原因修饰 正是空玉石堂堂主 白小淳一样高呼 低头浅于光一扫 看清了这十人后 不知道哪一个人才是 护玉堂的堂主 同时心底也在吸气 对于星空到极宗的强悍 再一次有了体会 要知道这仅仅是空玉彩虹 可就算就是这样 以空玉彩虹的实力 不算天人的话 也足以横扫中 有任何一个宗门了 如空玉这样的彩虹 还有三个 清玉 吉玉 道玉 白小淳内心震动时 有声音从上方传来 被我等换出名字者 到我等各自身边来 陈彪 曲科 周松利 很快的 不同的声音 从半空中的十位 原音真人口中传出 众人也都纷纷抬头 但凡被叫出名字之人 立刻就会恭敬的飞起 来到召唤自己的原音修饰身边 纵缺 那一脸凶悍的原音修饰开口后 纵缺深吸口气 利落的飞出 站在其旁 慢慢的 陈万瑶也被一个女性 原音真人叫走 张大胖不知是什么运气 竟也被一个原音女 修喊了过去 神算子不知运气如何 被一个看起来冷冰冰的青年 模样的原音之人叫走 眼看四周修饰越来越少 白小纯有些着急了 不时看向那十个原音修饰 用目光提醒他们自己的存在 可那些原音真人 一个个都面无表情 看都不看白小纯一眼 而白小纯这里也发现了规律 这十个原音修饰 居然有一人 从始至终没有开口 那没有开口之人 正是十人里看起来 最慈眉善目的老者 他始终笑眯眯的望着 第一面上的修饰 不知在想些什么 很快的 当这二百多人 被挑选的只剩下了十几位时 白小纯愣了 他眨了眨眼 有些觉得不对劲 连忙看向陈万瑶 发现陈万瑶那里 居然也神色诧异后 白小纯内心选了起来 而此刻 其他九位原音真人 纷纷不再开口 而是看向那慈眉善目的老者 其中选择了张大胖的 那个原音女修微微一笑 开口说道 冯兄 我们选完了 那慈眉善目的老者 哈哈一笑 大秀一甩 好吧 这些你们不要的 老夫要了 老者一直下方 包括白小纯在内的 这十多人 立刻白小纯等人脚下 出现了七彩之光 竟彼此飞起 直奔老者而来 那么就先告辞了 老者温和一笑 与其他几个原音修士 打了招呼 转身带着白小纯等人 直奔远处 白小纯此刻内心敲鼓 看着四周其他修士 一个个也都紧张 于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前辈 我们是什么堂啊 恭喜你选择了 讲魔堂 老者回头看了白小纯一眼 孙孙一笑 原本的慈眉善目 在这一瞬 竟露出了浓郁的煞气 看得白小纯到吸口气 听清了话语后 内心顿时哀嚎起来 讲 讲魔堂 白小纯眼中露出恐惧 身体颤抖 他没想到有陈万瑶在帮忙 自己居然还是被降魔堂选走 一时之间悲愤莫名 而他身边的其他弟子 此刻也都一个个神色大变 极其难看 空欲彩虹有史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 危险程度最高的 讲魔堂 天啊 我听说十几年前 想魔堂外出执行任务 曾经一口气死亡了数千人 我也听说了 想魔堂的弟子 执行的任务 都是外出杀人历练 动辄生死 不 第408章 这里才是广场 众人哗然 一个个都颤抖的惊呼出来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被降魔堂带走 此刻一个个心神震颤时 前方的老者忽然眼睛一瞪 都闭嘴 这声音如雷霆 立刻轰鸣四方 使得白小纯等人顿时安静下来 一个个都看向老者时 这之前还慈眉善目的老者 此刻目中露出凌厉之芒 降魔堂 降妖除魔 杀敌为道 这种至高的荣耀 你们居然还嫌弃 现在听好了 老夫现在速度上 只展现一成之力 你们都跟上老夫 当老夫到了降魔堂大殿广场后 最后一个到来之人 老夫给他安排一个大任务 老夫赏罚分明 若是有人能速度上超越老夫 那么三年之内 此人不需要去完成任何任务 老者冷哼 转身一晃 速度骤然爆发 直奔远方 此周众人都吸了口气 那种所谓的大任务 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 顿时一个个都羞为全部爆发出来 拼了全力去跟随 白小纯在人群内 此刻哭丧着脸 他觉得自己被坑了 心中愤愤 更有对降魔堂的恐惧 随着老者一路及迟时 满脑子都在浮现这段日子听说的 关于降魔堂的种种传闻 尤其是方才四周弟子的那些颤声话语 更是让白小纯心肝都在哆嗦 应该不是陈曼瑶 他没有坑我的动机 此事应该是陈曼瑶的力量 也无法去干扰 十有八九还是那天人家族的李元胜 此人为了置我于死地 以用全力 白小纯咬牙时 眼看四周其他同伴 速度一个比一个快 彼此多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后 白小纯深吸口气 目中目出执着 身体轰得一声直接冲出 速度之快 在这冲出的过程中还不断的加速 嗖嗖之音刺耳 如同破空 更是出现了残影 眨眼间他就追上了前方所有人 完命的狂奔 他可不想成为最后一个 他想的是老者所说的奖励 如果超越 则三年免除一切任务 这句话 就如同积雪一样 刹那打入白小纯体内 让白小纯双眼出现血丝 此刻咬牙急迟时 渐渐的看到了前方的那位原音老者 这原音老者看似速度很快 可实际上并没有权力 而是悠哉的向前迈步 只不过一步走出 就是数十丈开外 原本按照他的想法 后面那些弟子 能跟上就不错了 而他的打算 也是给这些弟子一个下马威 毕竟降魔堂苦啊 他也知道 所以每年来选人时 都是如此威慑一番 此刻正感慨的前行时 忽然听到了身后的呼啸声 老者一愣 神石扫过后 立刻就看到了白小纯一齐绝尘 超出了其他人太多太多 甚至距离自己这里也都很近了 咦 老者很是惊奇 他这些年选择降魔堂修士 还从来没遇到速度这么快的 此刻不由得身体一晃 略微认真了一些 速度一下子就暴增 刹那就飞越数百丈开外 白小纯在后面气喘吁吁的飞奔 眼看就要追上了老者 可眨眼间 对方进速度攀升 拉开了数百丈的距离 他顿时就急了 背后翅膀出现 狠狠一扇之下 速度再次爆发 比之前还要快上几分 直奔老者追击而去 二人一前一后 速度都飞快 甚至仔细去看 还可以清晰的看到白小纯 这里的速度 居然比那老者还快一些 在那翅膀与肉身之力的爆发下 在天道金丹的运转中 白小纯渐渐的拉近了距离 与老者之间从之前的数百丈 变成了现在了十丈左右 老者也是眼睛一瞪 速度再次提高了一些 他此刻已将自身一程修为展现的速度 施展到了极致 多少年来 他多次选择降魔堂弟子 从来没遇到能有人速度上超越自己一程修为的 可眼下竟遇到了白小纯这么一个让他觉得诧异的修饰 甚至他发现 自己哪怕将这一程修为展现到了极致 可在距离上 居然还是慢慢的被白小纯一点点的逐渐破镜 尤其是此刻 距离降魔堂所在 目光都可以看到时 白小纯终于追到了老者的身边 他呼吃带喘的声音传遍四周 此刻额头青筋鼓起 目中露出执着 肆意玩命 白小纯的确在玩命 他已经看到了降魔堂 看到了在前方有一座大山 此山云雾缭绕 四周围绕此山 修建了无数的阁楼大殿 可以看到不少修士来来往往 尤其是在那座大山上 正对着白小纯的方向 刻着三个磅隔的大字 降魔堂 这三个字每个都有百丈大小 通体血色 触目惊心的同时 似有一股逼人的煞气 从这三个字内扩散开来 白小纯目光一缩 速度更快 他想着自己一定要超越那老者 获得三年内免任务的造化 这小子干什么 非要和老夫过不去是不是 老者一瞪眼 他身为原因真人 且修为高身 哪怕一成之力 可若是让一个小被追上 会很丢人 此刻皱起眉头 眼看前方降魔堂已经就在眼前 他正迟一时 突然的 白小纯的速度 在距离降魔大殿 只有不到千丈时 轰然爆发 竟直接展开了汗山状 轰了一声 速度攀升无数 刹那就超越老者 眼看就要达到大殿广场 他身后原因老者 眼珠子都快要瞪了出来 他内心暗骂一声 突然的身体一步走出 竟直接展开了瞬移 可就在他瞬移的刹那 白小纯这里 全身寒气轰然散开 笼罩千丈范围时 他的身影居然也在这一刻 如同瞬移 刹那消失 出现时 赫然在了大殿广场上 这一幕 让老者猛的张大了嘴 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可眼珠一转 身体依旧瞬移而去 我第一个到了 哈哈哈哈 白小纯喘着粗气 激动的大吼起来 他很确定自己是第一个 此刻正振奋时 突然的 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远处悠悠传来 不错 你的确是第一个 不过你站在那里干什么 老夫说的广场 是这里 声音传来时 白小纯一愣 连忙看去 立刻就看到在不远处 另一片广场上 此刻那响魔堂的堂主 正笑眯眯的站在那里 看着白小纯 白小纯呆了一下 看了看自己所在的 这处正殿的广场 又看了看老者所在的 偏殿的广场 他神色立刻暗淡 更是沮丧起来 你 白小纯欲哭无泪 觉得这老家伙实在太无耻了 可却不能说什么 于是悲愤的长叹一声 赶紧跑了过去 向着老者抱拳一拜 弟子白小纯 拜见堂主 原因老者微微一笑 摆出一副慈灵善目的样子 可心中却冷哼一声 对于白小纯这里居然敢超越自己 以重重地积了一笔 随着老者的到来 很快的降魔堂内有不少人急速赶来 最快的一个 是长着山羊湖的中年修士 这修士修为结单后期 此刻快速来临 赶紧抱拳拜见原英老者 极为恭敬的同时 言辞内更有阿谀之意 丝毫不在乎白小纯在一旁听到 原因老者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后 那中年男子站在一旁 这才看了白小纯一眼 目光微闪 若有所思 不多时 其他修士陆续赶了过来 而最后一人 是个筑基大员满后的甲丹修士 整个人颤抖的到来时 老者淡淡地看了此人一眼 便收回目光 他虽如此 可其身边的山羊湖 却是留意到了 老夫逢有得 降魔堂堂主 你等从此之后 就是我降魔堂修士 一切遵从降魔堂规则 云道子 你来安排好了 老者交代几句 转身一晃 直奔山顶而去 就在众人各自茫然时 一旁被老者互为云道子的山羊湖 此刻皮笑肉不笑地看了 看白小纯等人 诸位不用惊慌 比人是降魔堂的直视 到了降魔堂 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了 不过所有人第一次来到这里 都需要执行一次失恋任务 现在我来给你们安排 云道子微微一笑 目光扫过众人 在看向白小纯时 他目中微不可查的一闪 第409章执行任务 赵柯 你去九颖州 击杀摩修周五 此人一个月前于九颖州内 肆意杀人 掠邪功法器 务必灭杀 陆鹏 你的任务是击杀云臣家族的陈凡 此人结单初期修为 可根据线索 此人如今重伤 你去将其头颅取来 韩平 你去滨来州 督促刘氏家族 将贡品送上 一路守护 很快的 一件件任务就从云道子这里安排下去 这里面有的轻松 有的具备一定困难 可看起来似乎都相差不是很大 毕竟是众人进入降魔堂后的首个任务 似乎降魔堂的这位云道子 也没有刻意去刁难骇人 且每一个任务 都给出贡献点 多得尽给出数万 少得也有一两万之多 至于那此番最后一个到来的修士 他的任务听起来也不难 只是让他去一处叫做万灵山的地方 送一封信而已 此地修士一个个都在听到各自的任务后 不少人都心底松了口气 白小淳这边也在忐忑的等待 很快的 云道子的口中 说出了白小淳的任务 白小淳 去涌洞州内 白灵崖之地 击沙银修左横峰 此人修为助击后期 奖贡献点三万 云道子淡淡开口 说完给了白小淳一枚遇见 又开始安排其他人的任务 很快的 此地这十多人的任务 都一一交代后 云道子目光在众人身上一扫 脸上露出微笑 诸位道友 作为首次任务 难度不大 希望你们都能顺利完成 可若你们敢蔑视我降魔堂的安排 那么一定会出现你们不愿意看到的惩罚 现在 给你们一个时辰准备 一个时辰后 开始执行任务 云道子袖子一甩 立刻不远处有早就准备在这里的弟子到来 给白小淳等人一一发放了降魔堂的身份令牌后 云道子离去 众人面面相去 心中都有些不安 无心交谈 而是一个搁带着自己的任务 匆匆走开 毕竟一个时辰太短 需要准备的又太多 白小淳也是如此 他离开了降魔堂后 直奔自己的洞府 途中心底始终在琢磨自己的这一次任务 有心不去 可也知道这里不是逆河宗 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 几沙银修左横峰 此人真的是驻击后期吗 如果是真的 这个任务不难啊 白小淳隐隐觉得不对劲 有陈蔓瑶的安排 自己竟还是被安排到了降魔堂内 他虽不知道那里原胜用的什么方法 可总觉得自己执行的这第一个任务 存在了很大的风险 在这不安中 白小淳回到了洞府时 张大胖以及陈蔓瑶等人也都陆续来临 尤其是陈蔓瑶担心白小淳误会 来了后赶紧解释 赵祖 此事我真的以尽力 也打探到了正式那里原胜案中安排 陈蔓瑶也郁闷 看向白小淳时露出歉意 张大胖与神算子 也都在一旁发愁 他们被选的堂口还好 可白小淳这里的降魔堂 他们一想到其危险的程度 就不由得吸气 白小淳叹了口气 他现在关心的不是自己为何到了降魔堂 他关心的自己这一次任务 到底危险程度有多高 你们不用说了 赶紧帮我去调查一下 这一次的任务到底有多少危险 我马上就要出去执行任务了 白小淳哭丧着脸 把自己的任务告诉了三人 张大胖三人听到后 都凝重地点头 知道此事重要 没有久留 纷纷离去后 用各自的力量去打探消息 只是时间太短 容不得白小淳自己去打探 只能快速地整理行装 拿着任务预检 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距离外出以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后 白小淳哭丧着脸 走出了洞府 此刻张大胖与陈漫瑶等人 也都还没有结果传来 唯独神算子 他不惜自身修为 给白小淳算了一挂 少祖放心 我神算子算的一向很准 你这一次虽有一些危险 可必定是逢凶化吉 有大贵人相助啊 神算子也不知是安慰 还是确有其事 严肃地对白小淳说道 白小淳愁眉苦脸 常看一声 正要说些什么时 手中的任务欲减散发强烈的光芒 这是在催促他尽快离开宗门执行任务 白小淳狠狠一咬牙 目中目出豁出去之意 身体一晃直接飞向远处 很快的 就到了传送阵所在之地 按照任务预检的要求 去了永洞州 永洞州 是星空道集中势力范围内97州之一 并非完全偏僻 可距离星空道集中还是有不短地范围 即便是依靠星空道集中覆盖了全境的传送阵 也只是能出现在永洞州内而已 距离他要去的白淳崖 还有一段路程 此第一年都是夏季 丛林弥漫 四周湿气很重 一座座大山蜿蜒而去 一眼看不到丝毫人迹 就算是在传送阵所在之地 也是如此 清空道集中的传送阵 修在一处山谷内 四周有阵法禁止守护 除非是星空道集中的自身修饰 外人不可踏入半步 此刻这涌动州内的传送阵 光芒闪耀间 白小淳的身影 搭拉着连走了出来 希望此行能顺利 白小淳心底坠坠 他想起了当年的落成山脉 最开始的时候看去 也是很安全的 可没想到最后那么危险 不管了 我就来一撕一下 不能把自己小命丢了 若真的无法完成任务 我就不完成了 白小淳因咬牙 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法宝 尤其是逆龙角古魔林以及九州图 这三样至宝级别的法器 让白小淳多了一些把握 李元胜 等我回来后 此事咱们没完 白小淳咬牙切齿 内心却在叹息 他觉得自己还是怀念在空城的生活 自从到了彩虹上后 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从人间掉到了黄泉 此刻咬着牙 白小淳按照任务预解内的地图 确定了自己的方位后 向着白琳雅所在之地 慢悠悠地飞了过去 地面上 丛林弥漫 一个个参天大树此起彼伏 甚至还可以看到在这丛林内 仿佛太久太久没有人到来 以至于地面上堆积了厚厚的落叶 这些落叶不知腐烂了多少年 形成了仿佛淤泥般的泥土 天空上 乌云弥漫 笼罩四方 明明没有雨水 可却有雷霆之声 随着云层的相撞 时而轰隆隆地回荡开来 那种荒凉之感 让白小淳觉得整个世界 似乎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 她不由得连连吸气 最好是能遇到一些本地的修士 打探一下这白琳雅内的左横峰的消息 白小淳喃滴雨 想了想后 替换了星空到集中黄袍衣服 穿上一套寻常常衫 在这前行时不断地寻找本周修士 可这里似乎太偏僻了 白小淳磨磨蹭蹭足有十天的时间 竟在这无边无际的丛林半空中 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修士的身影 反倒是一些凶兽 时常可见 比如足有百丈长短的大蛇 还有一群长着人脸的飞鸟 时常在天地间飞翔时 露出阵阵煞气 甚至她还看到一棵大树 竟在下一瞬张开了大口 直接将从其头顶飞过的一只大鸟吞噬后 白小淳头皮发麻 赶紧飞得更高了一些 不对劲 这用洞周 不会没人吧 白小淳看着这一幕幕 深吸口气 尤其是随着深入丛林后 随着她看到此地丛林内的凶兽 甚至还有堪比杰丹之兽时 白小淳脚步猛的一顿 能居住在这里的修士 怎么可能是住击后期 哪个住击后期 敢居住在这里 白小淳倒吸口气 正心里这么想着时 看到了远处丛林内 竟有一条巨大的蜥蜴 轰得一声飞向天空 竟直背云层 其身体居然在飞起时 不断地拉长 也就是十多烯的时间 在白小淳的目瞪口袋下 她亲眼看到那蜥蜴 居然变成了一条蛟笼 于云层内飞五十 阵阵恐怖的微压扩散四方 白小淳再次吸了口气 立刻后退 这任务 我不做了 我就不信完不成任务 星空到集中 还能弄死我不成 白小淳目中浮现雪丝 狠狠一咬牙 身体骤人后退 就要回传颂镇所在之地 第410章冯友德的惊喜 而此刻 星空到集中内 白小淳离开祥魔堂 也有了十天的时间 张大胖等人一个个交集 他们关于这次任务 具体的事情 虽了解还是不多 可也都从各个地方 花费了不少了贡献点 查探出了似乎白小淳 要去灭杀的那个助击凶事 来头不小 只是当他们试图去联系白小淳 要告诉他这一切时 却发现不知什么原因 竟与白小淳联系不上 似乎 因永洞周距离这里太远 又或者是其他的缘故 难以联系 就在他们交集时 这空域彩虹上 食堂之中的祥魔堂 那位原音真人的堂主 郑盘西坐在祥魔堂的大殿内 闭目打坐 对于之前将那批新人带来的事情 他早就没有去注意了 这些人的死活他不是很在意 毕竟祥魔堂多少年来 死去的弟子太多了 不过一般来说 作为首次任务 危险的程度都不高 往往都是有很大几率 可以完成的任务 他也只是之前问了问云道子 没有具体问询 便回到了这大殿内 沉浸在修行之中 此刻 这原音真人正盘西时 忽然的 他身上的储物袋内 有光芒闪耀 这看起来 慈眉善目的老者双眼 默然睁开 皱起眉头 似狠不悦有人打断自己的修炼 低头时从储物袋内 取出欲解 神石扫过后 他神色忽然一变 眼睛都睁大了 这慈眉善目的老者吸了口气 目中目出不可思议 甚至还有一些惊疑不定 这是通天使者 召见我 关于通天使者 他略知一二 知道此人神秘莫测 据说是来自通天海 在这星空道集宗内短暂停留 就连星空道集宗内的那位强悍的半神老祖 都尽其三分 而这种大人物 在这之前自己只是远远的看过一眼 可眼下居然单独召见 这立刻让这慈眉善目的老者内心忐忑不安 更是不敢耽搁 立刻起身 迟疑了一下后 他匆匆走出大殿 化作长虹飞出 直奔上方 越过了第二层彩虹后 直奔最顶层的第一层彩虹飞去 此地有静置存在 可这静置在扫过老者后 立刻就散开 让其通过 使得这老者一路带着紧张 慢慢接近了第一层彩虹 金空道集宗的这第一层彩虹 只有一道 其内居住的正是整个 星空道集宗内的那位半神老祖 而当通天使者到来后 那位神秘的使者 也居住在这里 此刻老者忐忑地靠近了第一道彩虹 不敢踏入 而是在外抱拳深深一拜 空欲彩虹降魔堂堂主 冯友德 求见通天使者 他话语一出 立刻在他前方的虚无 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一个 模糊的身影 这身影打亮了老者一眼 示意他跟随后 当先走向彩虹 老者深吸口气 带着紧张与不安 跟随那模糊的身影 慢慢走到了彩虹上后 来到了一处鸟与花香 弥漫浓郁灵气的山谷内 山谷里还有一处水潭 里面有不少七彩鱼儿 正在游走 时而露出水面时 那鱼儿的头看起来 仿佛又龙一般 而在水潭旁 有一处木屋 隐隐可见 四木屋内坐着一个身影 正在弹琴 阵阵齐声回荡 优雅中蕴含了一股沙发之意 似乎可以影响四周的灵气 使得灵气在这山谷内环绕 凝聚成一个又一个凶手的身影 让人看了后 都会触目惊心 老者到吸口气 放慢脚步 在距离那木屋摆战外 他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威压 不敢靠近 而是低头抱拳 深深一败 冯友德 拜见通天使者 老者神色充满恭敬 对于这种连伴神老祖都近三分的存在 不管是敬此人的修为还是背景 冯友德心知肚明 这都不是自己可以招惹之人 冯友德 伴赏后 从木屋内 传出一个女子的声音 这声音蕴含了威严 仅仅仅是喊出一个名字 立刻就让冯友德神色更为肃然 再次一拜 不要紧张 召见你来此地 是本座有一件事情 需让你去做 使者请说 但凡吩咐 冯某亲尽全力 必定完成 冯友德深吸口气 声音给人一种斩钉截铁 次一旦他说出口 就必行会做到的感觉 你降魔堂内 有一个弟子 名为白小纯 此人在空域彩虹的这段时间 不可有任何闪失 你若完成 等他成为原因 进入长老会后 本座送你一场成就天人的造化 木屋内沉默片刻后 低沉地传出了声音 说出的话语 让冯友德一愣 可他身为原因修饰 又是降魔堂的堂主 老谋深算 知晓有些事情了解的 越少越安全 尤其是涉及眼前这个大人物 那么自己知道的越少 就越是正确 而此刻他也顾不得去了解太多 当他听到成就天人的造化 这几个字后 冯友德眼睛露出精芒 这话若是别人去说 他不会去信 可若是眼前这通天使者开口 那么他这里立刻就完全相信了 天人 冯友德目中露出渴望与激动 他对于天人的执着极为强烈 以他如今的修为 想要成为天人 虽不是不可能 可机会却很渺茫 此刻通天使者的话语 他呼吸急促 赶紧抱拳再次一拜 使者放心 此事在下一定半的万无一失 冯友德强忍着激动 大声开口后 这才心匆匆地离开此地 化作一道长红 直奔空欲彩虹 一路上他都在激动不已 这种造化 让他觉得自己一定是时来运转 数次吸气后 他才将这激动埋在了心底 可目中的金芒内透出的火热 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激荡 这白小纯是谁 居然能让如此大人物许诺 亲自给我下令 冯友德觉得这名字有些熟悉 可却没想起来 此刻打定主意 不管这白小纯是谁 自己好好招待救世 不能让此人有任何危险 让他在自己的降魔堂内 睡顺利利的成就原因 如此一来 那通天使者满意 自己也有天人造化 哈哈 我的天人之机 指日可待 冯友德振奋 速度更快 渐渐回到了空欲彩虹 一路内心喜悦 很快就到了降魔堂 让云道紫素来见我 刚一回来 冯友德就立刻传出声音 降魔堂内的弟子太多 他不可能都认识 想要了解堂内修士 只需问寻云道紫便可 毕竟整个降魔堂内的修士名单 以及任务安排 都是云道紫在负责 而作为自己的心腹 这位云道紫这些年来的处理事情 都让冯友德满意 几乎在冯友德回到大殿不久 云道紫的身影就从外面急速而来 一路展开全速 似生怕冯友德等得久了 甚至不惜展开密法 使得速度再快一些 掀起阵阵阴暴之声 刹那就来到了大殿外 深吸口气后 云道紫整理了下一衫 脸上露出阿谀的笑容 快速走近 刚一进来 云道紫就看到了降魔堂堂主冯友德 这位慈离善目的老者 竟不是如以往那样 端坐在大殿的上手座椅上 而是站在那里 正走来走去 神色中的喜色或许别人看不太出来 可云道紫身为冯友德心腹 一眼就看出冯友德 这里必定是遇到了狂喜之事 云道紫 拜见堂主 云道紫深吸口气 连忙开口 恭喜堂主 贺喜堂主 今日弟子一看到堂主 立刻就看出堂主全身红光无尽 必定是有天大的喜事 云道紫脸上保持阿谀 笑着说道 逢友德文言哈哈一笑 指了下云道紫 摇头笑道 你啊 以后少一些察言观色 多一些修行 突破原因 不是不可能 弟子 云道紫笑了笑 知道自己没有看错 冯友德此刻一定是心情非常好 于是弯腰正要继续吹捧几句时 冯友德袖子一甩 目中目出振奋期待 打断了云道紫的话语 立刻问道 得了 先别吹捧 我问你 我们想魔堂 有没有一个叫做白小纯的弟子 啊 白小纯 云道紫一愣